Shi,大家好,我是Shit 我手上這一支是 大概是兩個Shit 你介紹一下我手上這一支有很多啦 大概是 我不曉得它大概多大 就好像差不多一個月左右了 然後它是淡色 它是淡色 因為你看它下面也是有顏色的 並不是白色 Hi,大家好 今天要講的就是關於龍貓的原生地啦 龍貓的原生地是淡美洲的安迪斯山脈 然後龍貓是住在 安迪斯山脈的 乾安迪斯山脈的地區啦 是在海拔1600呎的高原上 他們是住在山洞或者是岩石 然後 野生的龍貓是可以單獨自己生活和群居的 所以在人工飼養下 我們也可以養單隻龍貓 也可以群養龍貓 但是要有適當的方法 才能夠 安全地和不同的龍貓合龍 不然的話呢,是會打架的 另外一個要講的就是龍貓的原生地 長年的溫度是SPA到SPA之間的溫度 然後幾乎是不駕魚的 看過過去的紀錄啦 好像是一年的降雨量才0.1毫米而已 所以簡單來講就是龍貓的原生地是幾乎不駕魚的 是在乾然後又冷不駕魚的地方 在這樣的環境下龍貓的食物是非常稀少的 在野生,野生的龍貓通常都是吃一些樹梗 還有鮮林掌或者是落葉 這一類型的植物來維持生命的 因為原生地長年不下雨的關係 在野外的龍貓幾乎吸收的所有水分都是從植物 因為原生地的生活條件的關係 所以龍貓的品牌必須要比其他的 布魯類動物的毛還要多還要厚 其他的布魯類動物平均一個毛孔是1到50毛左右 但是龍貓的毛孔是1到80隻毛 甚至更多的 因為原生地長年都是低溫度的關係 所以龍貓出生就已經有了眷權的毛髮和眼睛 還有就是有逃跑的能力 龍貓是屬於食物鏈裡面的低層就是被獵服的 他們是沒有任何防衛能力的 除了逃跑或者是噴尿 龍貓在危險的時候或者是討厭你的時候 是會噴你尿的 因為龍貓寶寶在出生過後必須要有生存能力 就是逃脫能力的關係 然後要有健全的毛髮 所以變成龍貓的運氣比其他的布魯類動物還差 龍貓必須懷孕上一百零多天以上 才能夠順利的把小龍貓生長 另外一點就是 龍貓生長的塑料是偏少的 通常都是生一到兩隻左右而已 超過以上的數量 龍貓媽媽是會棄養幾種一隻龍貓寶寶的 剛出生的龍貓寶寶會跟著媽媽長達三個月左右的 因為龍貓是哺乳類動物 所以龍貓寶寶是必須要跟著媽媽喝奶的 在園外的環境龍貓寶寶通常是需要跟著媽媽長達三個月甚至更長的時間 但是在人工的飼養下 龍貓寶寶大概是兩個月左右就會開始學習吃牧草或者是龍貓糧了 所以在人工的飼養環境下 龍貓寶寶是可以比較早斷 在龍貓原生地幾乎龍貓已經絕機了 然後龍貓現在是全球性受保護的動物 然後現在我們飼養的都是人工穩定繁殖的龍貓來的 在園外已經很少了龍貓的營種了 因為龍貓是受保護的動物 所以在本地飼養龍貓是需要飼養直到的 今天就講到這裡為止 有什麼大家可以留言啊 然後我們下一個影片見 謝謝大家